一级,从马的尸骨和遗存的车辆金属事件推测,墓室中一共有16匹陪葬马和4辆车。 其中一辆是豪华的安车,在古代中国,只有皇帝、诸侯王和退休的重臣才能享用安车。 墓室中出现安车,足以说明墓主人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。 他是谁呢?是豪卖的武将,还是威严的诸侯王,或是传说中的王子? 在这间左右16.5米长的墓室北端,有一条东西向的通道。 考古人员认为,这是整个墓葬的永道。 永道中间还有两辆马车。 八字解读人生,风水改变命运,大家好,居士,从业风水26年,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 针对八字测算,风水布局,命力分析,事业财运,首相面相,感情婚姻,有独到端言见解。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,情感不顺,诸事繁心,原主可添加,本局是微信26682135。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,记住微信26682135。 有吹气,有饮气,有储藏这个余热的符。 哦,最有代表性的就有十几个酒缸,这十几个大酒缸啊,上头都有诸书的文字,用诸沙写的文字,这里面是酒。 有熟酒,米酒,倒酒,三砖酒。 这些酒缸,能盛下几千公斤的酒。 看来,墓主人生前是个好酒成性的人。 从北边墓市出来,考古人员顺着涌道向西,进入了一个大厅。 大厅东西长15米,南北12米,近7米高的穷龙,让人感觉置身于天空之下。 在平坦规整的地面上,分三个区,摆放着数百件用途不同的器具。 北区,以陶器为主,有成化食物的用具和一些女友。 南区,陈设着青铜酒具和碑盘之类的器器,还有大量的弩机和铜铁剑簇。 中区最为富丽堂皇,在一族象征侍从奴仆的使用前,是一列造型各异的铜灯。 铜灯前陈设着各式各样的青铜酒具、吹具和石器。 从大量的朽木和瓦力判断,大厅原来建有瓦顶木结构的房屋,已经朽烂倒塌。 考古人员从朽木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铜织构件。 它们试样不同,都可以转动,每个构件上还雕刻着数字。 负责文物修复工作的白绒金,对这些铜构件做了认真的研究,确定那是古代违仗的构件。 最后确定了,里头不单是变成一个四面坡的一个房子,里边还有一些梁件结构好像,横撑的,还有两个吊顶的,上头正脊下头垂下两个构件的, 然后成十字形的,里头又跟吊起来,就跟天花板一样。 所以这套东西是非常的精美的。 白绒金根据这些铜构件上的数字,拼接出一大一小两顶违仗的支架,并复原出这些古代的违仗。 对这些时间,也要来评论一下。